好的 确实每次到正手的时候 一被动就变吊紧轨这样打 这个就是因为你没有学会这个过度的步法 这个过度的步法 首先当对手一打了以后 你一起动完 第一步就是你的左脚要有一个后交叉 往后迈 所以这个时候你一后交叉 你基本上合球就形成一个平行线了 然后这个时候直接转身做弓箭步 然后再打这样就行了 所以它快一点的感觉是启动完 往后然后弓箭步 然后打完回中 所以快一点的感觉是 这个就过度的步法 广义让广大的球友收益